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硅谷全职地产经纪人Claire Chen 美国的医疗水平和设施世界闻名,但高昂的医疗费用让大多人望而却步 在美国,医疗体系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医疗保险是由私营公司提供的,政府主要通过监管和部分资助来参与医疗保健 因此普通民众需要购买医疗保险来降低医疗支出 如不购买保险,个人将难以承担巨额医疗费用 今天一篇帮你深入了解美国医疗保险制度 美国医疗保险主要分为公费医疗、社会医疗和商业保险三大体系 一般来说,商业保险覆盖人群广泛 大多数保险公司为美国公民和合法移民提供本土医疗保险 其中外国人在美国期间不能参加美国政府的公费医疗保险 年满65周岁,且在美国工作并纳税至少10年以上才有资格获得社会医疗保险 因此,大部分人需要自行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Public Health Insurance 主要针对弱势群体,包括退伍军人、老年人、伤残者、儿童等 社会医疗保险分为Medicare和Medicaid两种 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面向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 其中Medicaid是为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服务的保险 每个州都独立经营自己的医疗补助计划,所以政策上会有差别 符合标准的美国公民和合法移民都可以申请 一般需货的美国绿卡满5年以上 对于低收入的定义,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标准 以加州收入为例,每年都会调整,以最新官方公布为准 通俗来说,白卡病人就医相当于国内的社保 在诊所就医的时候是会受用药限制的 一些新药或先进药物是不能使用的,因此给自己补充商业医疗保险还是很重要的 商业保险Individual Health Insurance,主要分为团体保险和个人保险 团体险主要是企业或学校为员工和学生投保 对于因身份和收入原因,不能投保团体险或社会医疗保险 那就可以以个人身份购买商业保险 下面主要来讲一讲个人商业保险的分类 常见的商业保险计划中,先来重点说PPO和HMO也是大多数人会选的 HMO保险计划的保险费相对比较便宜 病人自付费用的比例也较低,是管控型医疗保险计划中最便宜的类型 适合需要经济实惠的健康保险的投保人 但缺点是选择性少 HMO有自己的医疗网络,除了急诊以外 投保人只能在网络内医生处就诊 如果在网络外,费用需要自己承担 投保人选择HMO医疗计划时 保险公司会要求投保人指定一位医生作为自己的保健医生 如家庭医生,内科医生等 当投保人生病时,必须先去看自己的家庭医生 如需转诊,必须通过家庭医生推荐相应的专科医生 才可以转诊就诊 这样一来,优点在于保健医生比较清楚投保人的健康状况 包括家族,个人病时等 在患病时,能够及时诊断和治疗 缺点是不能直接看专科医生 必须等保健医生转诊 对病人治疗可能会造成延误 和HMO最大的不同 就是PPO投保人可以选择网络内就医 也可以选择网络外医生 只要病情需要 投保人可以自主选择专科医生 更灵活更实用 例如当投保人出差或旅游 身在外地需要看医生时 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生及时就诊 不过,如果选择网络内医生 则保险公司会提供会员优惠价 并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 如选择网络外医生 保私支付比例比较低 投保人需自己承担的费用比例更高 综合来说 PPO保险计划对选择就医的权利更广 但保费比HMO高 另外还有几种常见商业医疗保险计划 简单介绍一下 POS计划介于HMO和PPO之间 比HMO有更多的选择性 费用比PPO低 有自己的医疗保健网络 必须选择家庭医师 看专科也得拿referral 但相对宽松一些 可以看网络外的医师 但有一些特殊项目可能不在保障范围 EPO计划通常要求投保人 必须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疗服务网内就医 这个计划内的保险费 和病人自己分担的医疗费用都比较低 是比较便宜的一种保险计划 但EPO计划只报销在其医疗服务网内的医疗费用 FFS计划按服务收付费 优势是弹性大 不会限制选择医院或医生等 但是必须先自行付清费用 再跟保险公司按比例拿回退款 保费相对较贵 在购买保险计划前 Clear建议大家先分析自己的需求 根据医疗资源和就医便利性来选择 较为复杂的情况 可以找专业的经纪人做规划 根据奥巴马医疗法案 对保险公司和本人分担费用比例的不同 划分了四个医保计划书 如图所示 同计划的月保费最低 白金计划的月保费最高 这四种不同类别的主要区别 在于医疗费用分担比例的不同 保费越高自付比例越低 参保者可自行选择 美国医疗条件总体水平较高 设施完善 提供医疗的机构主要有 医院、医生诊所、护理院、康复中心 独立的诊疗中心和独立的药房等 大型医院配备先进的医疗检测设备和手术室 主要是为急诊病人和重大疑难病人提供医疗服务 普通病人看病通常到社区的医生诊所 如遇突发紧急情况 一般会选择去急诊中心Urgent Care 或急救中心Emergency Center就医 急诊中心一般不是24小时上班 急救中心大多是24小时 还有一些其他常见问题 比如短期访美的游客如何购买医疗保险 答案是可以购买旅行医疗保险 许多保险公司提供针对游客的短期医疗保险计划 涵盖意外伤害 突发疾病等医疗费用 还有很多小伙伴关心的长期居住在美国的外国人 如何购买医疗保险 可以选择购买私人医疗保险 或参加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 如果符合条件 还可以购买Obamacare计划 在选择医疗保险时 应充分了解保险范围 保额和免赔额等因素 以确保能够得到合适的保障 总的来说 如果购买了医疗保险 一般保险范围都会覆盖部分医生诊所的检查 住院治疗以及处方药的费用等 特别是对于重大疾患或者严重外伤 保险公司可以支付绝大多数的医疗费用 使个人避免巨额的医疗费用支出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